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那天送我的礼物 这段时间真的很感谢你 咱们俩之间还有那么客气吗 有一件事我很好奇 这段时间咱们俩经常在一起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女朋友 给你打过一个电话 发过一个微信 我是不是也可以说 你这个女朋友根本不存在啊 是我太忙了 没有主动联系的 咱们俩天天在一起 倒更像是一对 是啊 天天都跟你待在一起 确实不应该 把你的桃花都挡住了 劳伦斯布洛克曾经说过 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最成功的人是 也会碰到不爱她的女人 和爬不上的高山 你是在暗示我 我对杜小苏是一厢情愿的吧 我不是在说你 我是在说我自己 其实我今天来 是想要一个答案 徐游 我的选择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 看来我是误会了 这段时间咱们俩经常在一起 我还以为 我以为咱们还有可能 徐游 你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无条件地站出来帮我 我真的很感激你 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 我三生有幸 以后咱们还是好哥们 只是我没想到 这个人会是杜小苏 再见了 雷宇峥 我这个朋友啊 审美要求很高啊 还从没有一个设计师 令她完全满意的 但是看了你的工程之后啊 点名让你设计 我也不知道啊 这对你来说啊 是好事还是坏事 只要能开张当然是好事了 像您这么难搞定的客户 我都能做到 放心吧 您的朋友我肯定没有问题 那是太谢谢你了 我都能说的 现在你来说 吃飞爱和证判 可以吃飞爱 吃飞爱 吃飞爱 看估计 听到这不终于 一会儿 热爱 乱 关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放开 这位先生 我还没问你呢 你们两个怎么认识他 认识多长时间了 你清楚我是他什么人吗 你想对人家负责 当初就不该不告而别 我不告而别用不着跟你解释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接近他 已经触及了我的底线 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 雷宇峥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当成你的玩物吗 我跟什么样的人相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质问我的朋友 你想找自己可以啊 你去找别人别来找我 不好意思刘总 让您见笑了 来 咱们去 再见了朋友 你干吗 雷宇峥 雷宇峥 你松手 你要干什么呀 雷宇峥 松手 杜晓苏 你冷静点听我说 听你说什么呀 你是想要跟我道歉吗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我是你的玩物吗 你给我道歉我就得接受吗 我每一天都在等你 我很害怕 我特别想要给你打电话 可是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 我特别害怕 我特别害怕你在别人身边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你想分手你就说啊 你就告诉我 我杜晓苏没有那么难常 我会答应你的 可是你让我等啊 你让我猜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回事 我怎么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呢 我看你今天也并不是想要俩 跟我道歉的对不对 你只不过是想让你的心里好过一些 我承受了什么 我的痛苦你干什么 我这就会给你 我最后的事 你为什么要想要俩 我这么想要俩 我可以一直看你 我自己的家人 我自己都没有俩 我怎么要俩 我自己的家人 我没得到你 我可以了 我就是我自己的家人 我你不想要俩 我自己的家人 你我自己的家人 我自己的家人 我自己的家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